全世界最權貴人叫耶穌基督 因為他老爸是上帝 吳智陽之所以能夠當選縣長 主要是吳伯雄的力量 那他這四年多的執政 也沒有重大政績 而且是犯了重大錯誤 多數的選民他是認為 那麼他要改變 大家知道這是標籤就好了 不是事實 這個是很無聊的說法 四十幾歲了還靠什麼爸 全世界最權貴人叫耶穌基督 因為他老爸是上帝 誰的老爸比他老爸更偉大